7月28日中超第14轮一场焦点,上海轩华在主场迎战北京国安,时都没想到最后来是好的这个惊天大乌龙,赛后纷纷表示,足球场上乌龙常见, 但这样的乌龙不常见,球场上乌龙的概念就是踢进了自家大门,正是由于大多是处于非主观性而千丝百态,有的时候甚至滑稽可笑,只不过为是好几个方力拉杆是确实不多见,球速太快自家门将都扑就不及,关键是想不到,不但国安队员一直不知如何是好,就是神话球员都惊呆了, 作为职业球员他们对于这样的失误可能也难以理解,业余球员俗话叫,论员了就一脚,管他去哪呢,可这是职业球场,你一脚管他去哪呢,一帮圆满九十分钟白肝了,巴侃不一定看待,卫士豪的心态从后面几分钟,他大骂生花小将朱纯杰就可以看出, 他不是因为这个乌龙心态变了,他上场来时就是这个心态,因为他认为大局一定,自己要不是一二三,估计都不会被换上来,所以随便踢踢就行了, 乌龙后门将手抛球给他发动,快速反击,神话朱纯杰的确反规,如果想赢球,这时的威士豪应该迅速爬起来,快速启动任意球去争取时间, 而不是操作国马愤愤不平,大有拉开架时干一架的雄心壮志,可最后耽误的只能是国安自己的时间, 牛心不是这么个牛法的,国安施密特最后进行的这个旅行换人,完全是一二三规定动作,为时豪缓,尚就是带着情绪的, 这如同他上一场俗邪威对镇上岗被换上去时的情绪是一样的,连续对上岗队员的几个犯规,都反映了为时豪心态的问题, 那就是本赛季前他被爆炒到号称一个亿的身价,以及国足未来之心的心态,而国安随着江西哲的回归,门将U23的首发, 他的主力位置从赛季初期变成了更多的冷板凳,出场时间急剧减少,造成了现在自取其辱的心态, 国安在后发微博力挺为是豪,这从保护球员的角度来讲没有错,带着孩子关起门了,已经得好好管,乌龙可以宽容,教育不能纵容,这孩子如果管不好,今天能绝凭自己,明天说不定就自我绝杀。